全國人大正審議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議案 並將於週四表決 再交由人大常委會制定草案內容 本來只是屬於中國內部事務 自此末代港督身份的彭定康近日動作多多 與此同時 網絡風傳前港督慧逆信一段講話 兩位前港督究竟哪一位真心為香港好呢? 曾經被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點名斥責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 如何貫徹他的作風呢? 他接受多家英國媒體訪問時 指中方的做法令人發指 完全摧毀中英聯合聲明 又說香港人被北京出賣了 英國有責任為香港挺身而出 抵抗中國 甚至提出應該被BNO持有人在英國定居 他更快在聯署批評中方定立港區國安法 目前已有246名來自27個國家的政客聯署 他又贊民促請下個月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 將香港議題立入議程 呼籲七國首腦共同對抗中國 前港督慧逆信近日一段片段人氣急升 他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與他的繼任人彭定康完全相反 究竟慧逆信說了些甚麼呢? 有非常濃烈的疑惑 而是一件最好的復履的法律 和其他不順受的法律 我认为我认为它是很清晰的 所有的法律是不只是 一种的状态法律 《法律的创律执行》 是很正常的 创律的创律 创律的创律 它是在香港的状态 而是其他所示的 有很大的坏坏坏 在香港的创律 是燃燈的,而是燃燈的 Noble Lords 提出了很多的疑惑 在家庭、工作機會、自由 在未來的發展 我們不可以和不可以告訴香港政府 片段是去年10月24日 英國上議院《就香港問題》進行辯論 前港督惠逸信的發言指出 近50年來,香港從未發生過這麼嚴重的暴力事件 暴力行為不應該被容忍 他提到中英聯合聲明更加特意用了中文 講港人治港四個字,並形容它是香港的未來 他在結束發言時特別強調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告訴特區政府 應該做些什麼 他這個說法是否才公平公正,真心為香港呢? 香港主權移交已23年 殖民地已成為歷史 為疫情深明不應干預其他國家事務的國際慣例 不在其位的彭定康,仍然這麼關心香港 究竟他是為香港好,還是另有所逃呢?